好了我们来谈一谈郝海东跟叶昭映 这个昨天听说是他的生日 然后他就在宣布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这么一个宣言 这个昨天我看到我吓了一跳 他借助这个视频 那么宣读了新中国联邦宣言的一个序言 义正词言 但是好像那个视频的质量不是太好 但是很快就在海外的媒体 尤其是新媒体油管疯传 我吓一跳 这两个家伙够大胆的 在大陆居然敢这样发表这个宣言 他不怕国安国保立马把他逮住 后来他们告诉我他已经到西班牙去了 估计在西班牙应该有自己的豪宅 我看那个客厅的装饰还不错 当然在此之前他们两位在大陆的新浪微博 这些新媒体和一种网络喷子 这个硬核狂怼让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的 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媒体的关注 老杨到处说 因此也做了两期的视频 做了一些点评 做了一些跟进的评论 当然有些人说我是在蹭牛亮 我倒霉有这个意思 蹭牛亮也不要蹭郝海东 是吧 蹭一蹭中美美可能更好 对于郝海东的这个反击的行为 当然当时有一位媒体人 那当然评论就是说他颠覆了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成见 他的言论很多人看起来是越位 那是犯规 但很多人恨不得用红牌罚他出场 那红牌吹哨子的人呢 他认为在郝海东和叶昭文面前 显得有点猥琐不堪 但是现在看来不是吹哨子罚款的问题 他公然站在裁判和主办单位的另外一边 因为昨天他那个宣言 我们看起来就不太一样 我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对这件事的一些看法 郝海东昨天这么一个宣誓 实际上是采取了跟中共政权 大陆政权割席的一个决绝的行动 他大概是不想再回大陆来了 那么他应该财产跟画面的转移也差不多了 所以才敢这么放肆 敢这么样意证词言 他参与了被北京通缉好多时候的 郭文贵的新中国联邦的建国行动 尽管是喜马拉雅监督机构 他没有其他的一些动作 但是看起来负责了中文宣言的宣读 可见他还是被郭文贵 这些建国大业的参与者的重视 所以他很快他的微博微信就被干掉了 然后大陆的体坛周报很奇怪 率先发表声明谴责 要跟郝海东划清界限 但他没有告诉很多朋友说 郝海东究竟说了些什么 但我估计他们也不敢 我注意到了整个视频的直播的画面上 郝海东跟叶招勇一脸兴奋 很高兴 郝海东完全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太太鼓励所致 太太也说这是缘分 我们不说总是有人说第一句话的 他们整个表情各方面 更像是参加一个娱乐界 体育界明星界的party一样 一脸的亢奋 不像有一些政治人在宣读这样的宣言的时候 一脸的悲壮或者的正义凛蓝 这个不太一样 觉得这个体育明星参与政治 真的是有点别开生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也一直在想 想不明白 一个在此之前跟政治一点瓜葛都扯不上边的 当然也许是地下党不一定 这么一个足球运动员 这么一个乙毛球运动员 这么一个企业家或者是怎么样 忽然间他参与了政治 不仅参与 而且一步到位 参加了郭文贵的阵营 又是要 不仅只是花花牢骚怪话 打点屁啊什么之类的 他真的是要参加建国大业了 而且是新中国联邦 恶不得了 这个呢 比一下子就把了所有在海外几十年呢 斗争不错 这个坚持不错的这个民运分子啊 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的领袖 一下子呢 把他们打到不到哪里去 表现 而且呢 特别的勇猛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 北京对郭文贵是恨之入骨啊 这是众所周知的 郭文贵呢 这个名字很敏感 虽然他说的那些事情 后来都验证了 很多都是真的 很多人都跟他 被他提过了以后呢 或者或者自杀 或者跳楼 或者跳崖 或者呢 就中间落马 可见他还有这爆料的一个本事 但是呢 郭文贵这个人的为人品性啊 海内外的毁域参办 应该到目前为止是 毁多以欲 那么国内啊 这个做生意啊 什么 当然北京这方面也有一些披露了 不少华人媒体和社会团体 跟郭文贵这样的人都保持了一个距离 但是呢 好有趣的是啊 郭海东这个夫妇 一头扎进了郭文贵的这个阵营 而且参与的是呢 建国大业啊 之前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互动联系啊 互动联系是不是很紧密啊 是通过谁来进行的居间联络了 外界不得而知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一步到位啊 肯定呢 非同寻常 第四呢 郭海东跟叶昭影这个夫妇的言行举止呢 真的是彻底颠覆了很多人 以往对运动员 视之发达 头脑简单的传统认知 让很多滔滔不竭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虽然手无伏击之力 但总是要气壮三合的读书人 知识分子啊 相行尽拙 果然是什么呢 秀才造反 十年不成 但是呢 功夫足球呢 一下子就石破天惊 1949年之后 中国共产党执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 它出现了 或者内部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呢 其实北京 在处理和面对来自海内 以及内部形形色色的政治颠覆啊 企图这个这个搞政变啊 诸如此类的经验啊 应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各种各样的邪教组织呢 各种一贯道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 真的其实是层出不求 但是呢 基本上是很难成为气候啊 特别是在一昧落后的地方 还出现皇帝啊 还有封了很多灰子 大家都还是信你为真的啊 这个事情呢 三呼万岁之类的东西啊 还是出现的 这个在公安部的整个治里面 各省的公安治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介绍啊 时间关系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查 那么类似新中国联邦 这样的仕途呢 构建一个新的政治形态的事件 其实呢 北京也处理过很多次 无论是新疆 西藏 那么大梁山 还是青海 还是甘肃 其实这个到现在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余序啊 我们也知道青海的叛乱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平复 那么包括大梁大小梁山的这个叛乱啊 这事情我们都懂了 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之后 也处理过大大小小被视之为呢 邪教组织的一种各种政治集结 包括呢 法轮功那时候在北京 长安街两个小时 全国各地呼啦啦的两万多人 就把中南海围住了 然后后来走的时候地板上一变垃圾都没有 这震惊了当时的江泽民先生 军队内部呢 也有一些这样的想把国家化了 我听到有这个消息 军队内部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一木头就干掉 到现在呢 我相信呢 北京的这方面的经验还算比较老道的 对于这个新中国联邦 我相信北京的关注度呢 应该超过所有的人 那么大陆内部也不排除会有一些量 郝海东服务将来有一些呼应的这种可能 但是呢 我呢 老实说 我对这样一个新中国联邦 后来出现一个外国人 这外国人又特别的 这个嚣张 天天在这电台啊 网络啊 又跟中共对着干 我对像班农这一类的外国人 如此积极的参与呢 新中国联邦的建国大业 我呢 真有一点呢 不是很实用 我甚至有一点先入为主的抵触 也许呢 这个跟我的个人的成长经验 或者我的洁癖有关 可能呢 这位班农是美国的格瓦拉 潜伏在美国这个共和党里面 很久的这么一个 美国共产党的这么一个人 天晓的 那么他是不是来指导 郭文贵来进行革命工作呢 我们不懂 但是这样的外国人身先士卒 又不是白奇温 那么在这样张扬 要带领海内外的中国的革命志士 去为新中国的联邦建国大业 在中国的进行当代史上是很产见的 我们知道孙中山有意推翻清朝的这个政权呢 他呢 获得日本黑龙会这种特殊的黑社会组织 这个特务组织的支持啊 这个呢 实际上呢 大家也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日本的这些支持 从来没有上过台面 黑龙会那些老大 从来也不在跟孙中山并肩战斗啊 或者在媒体的能见度呢 表现自己的立场 美国中央情报局中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呢 在支持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呢 投了很多的心力 那么支持中缅边境 中泰边境的李弥 国民党残余残佈呢 也花了很多的气力 但是呢 包括最近 对香港个别政治组织团体 个人的政治的资源 和经济的资源 基本上都是鸭子滑水 都是在台底下动作 没有像班农这样的振臂高呼啊 这样的这么一个 公开 这么公开 他们绝对呢 不会落下话柄 像去年香港街头暴乱 出现外籍的面孔啊 那是比较罕见的一个个案 但是呢 基本上 他们都是埋在水下 埋在地下 半公开 班农要建设新中国 郭文贵呢 正臂高呼 支持者真的会很多吗 我呢 不敢说 到目前为止呢 只是看到了郝海东 叶昭勇夫妇之外 有什么人呢 马上一呼百应 跟公开跟随 好像到目前 还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值得去观察 值得观察 早些年在海外的中国民主党 在中国成立的这些的被捕的被抓的 现在很多人还在狱中服刑 很多人的名字早就被呢 先天的大陆的年轻人给忘了 甚至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北京之初的王炳章 后来的魏金生 以及现在的多少年轻人 九零后 零零后能认识他们呢 当年六四以后 刘兵燕 闫家旗 王君涛 舒小康这些人呢 坦白讲他们的学士学养 他们思想政治水平 要比今天的郭文贵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但是他们 有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行为呢 我觉得 我们真的是要 甚至包括最近跟那个 蓬佩奥见面的那几个六四的学问领袖啊 他们也就五十多岁了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或者他们会不会参与郭文贵这样的新中国联邦呢 我们觉得呢 值得看考 过往的那些政治人物 可能有的人不像老朽老迈 锋芒不在 那么郭文贵能不能成前起后呢 这个东西呢 有趣 那么郭文贵跟这个班农联手之后呢 除了郝海东 叶昭永 郑璧 高呼呼应 那么后面还会不会有呢 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讲到郝海东这样一个气壮三合呢 我不由得想起了台湾民主党 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 许信良是台湾客家人 桃园县啊 是国民党悉心培养的政治精英 还送他到英国去留学 读的是政治学 还拿到一个硕士 回来以后呢 那么参与了台湾社会各阶级分析 台湾大学杂志 争论杂志 还有一些呢 这个创刊 而有让他当选了桃园县的县长 紧接着许信良又变成了美丽岛事件的一个主要的参与者 结果不得不呢 流亡海外到了美国去 流亡海外十几年 许信良几乎把台湾的独立的任何一个光普通的誓言给我 包括了城市游击站文宣啊武斗啊之类的 但是呢他怎么样都想呢通过各种方式回到台湾本土来 偷渡过两次一次被驱离 另外一次呢成功通过了菲律宾到厦门 然后呢调装打扮了坐着台湾的渔船到了台湾 然后被抓起来 判了刑 后来出狱以后呢他就回到了台湾本土 然后成了民进党的一任的主席 这个时候呢他回到了台湾 也就是说呢离开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离开故土你一事无成 这其实在很多包括前苏年的流亡者啊 后来那又是以前的一些流亡者 我想包括许信良他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我总是觉得啊 我们尽管对今天大陆这个一些政策啊 一些作为我们很不满 但是呢中国人自己的事 中国人自己解决 依靠任何的外力也许是你的不得已 但是难免会让你的对立面呢 增加了打击你污蔑你攻击你的理由 而这些理由大家都懂 搞政治跟打球踢球是不一样的 他是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 台湾的民进党的施明德做了二十多年的牢 台湾的地下党左翼的参议人士可歌可期的 我讲了两个人的名字 林书洋他坐了三十四年七个月的牢 这应该是两岸的中国人 两岸四地的中国人 全世界华人社会坐牢最久的记录 林书洋前两年才去世 还有一位叫陈明忠 参加过228的起义 参加过地下党 台湾省工委正式的党员 两度被捕 无期徒刑是到了1987年 由马英九亲自保释出一趟出来的 这些人一辈子 为了他们的理想性恋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无怨无悔 这个时间长着 再想想国民党心态革命的黄花港七十二列士 明知不可为耳为之 一半以上都是富二代 二十几岁郎当 义无反顾 英勇复始 一半以上是湖北 湖南 江西 哥老汇的大哥 这个事情呢 干革命也罢 干事业也罢 这是要奋不顾身 是要英勇不屈 是要抛头颅洒乐血的 新中国联邦有两个构造 一个呢就是郭文贵花了很多钱 在美国住了一个豪华游艇 在哈德逊河曼里游 要坚持十八个小时 不断的直线联播 还有一个呢 怒发冲冠的班农 那这边呢是西班牙的豪财 豪华的客厅 两个人在玩这个东西 搞新中国联邦 坦白讲 这是个很有理想的抱负 但是呢 在健身房里面呢 谈论时事 在游艇上呢 谈论建国大业 跟真正的干革命 真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搞政治是要玩命的 郝海东 叶昭炎 可能你们这一点 还要认真的考虑一下 我很钦佩这两对 这对年轻的夫妇 其实有应该不年轻 应该是七年后的吧 但是呢 我总结他们呢 怎么样呢 把政治这个想象的参与啊 想象有点简单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最关键的百年一遇的变局 共产党的执政都频频的提出了底线思维 敢于公开批评中国领导人的企业家读书人不多 但是已经有了 许章论 是吧 蔡霞 那么还有呢 这个这个这个任志强 他们有些人都已经被抓进去 到现在还没放出来 有些人现在连交出的资格都没有了 像郝海东夫妇这样可以呢 顺顺当当的到国外去呢 干革命的还是不容易啊 不容易 我们也知道焦虑中国的前途 命运的呢 现在越来越多 但是批评的意见也越来越多 集中在哪几个人身上 大家也是知道的 读书人呢 作而论道也就罢了 都罢了 郝海东夫妇依然决然参加新中国联邦的建设 我只是说班农 郭文贵这些人不是等闲之辈 我想两位啊 在参与过程中呢 既然已经踏进去了 还是优着点好 小心一点好 当然我呢 作为一个快要七十岁的 六十多岁的老媒体人呢 我也当然希望你啊 理想和报复能够付诸于实践 你最好还是能够心想事成 但是呢 要做牺牲的准备 干革命 毛泽东已经说过了 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搞绣花鞋 你这个的 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啊 那还是谨慎一点好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欢迎订阅 欢迎分享 欢迎在讨论区提供你的意见 喜欢 记得 you 感谢观看